大家好 我姓黄明玉环 来自柔佛州巴多巴哈 首先想借大家的掌声 感谢我的上线 因为他的介绍下 我才有机会 才有着福分加入艾康 然后也有福分 想用这样好的产品 借大家掌声感谢 慧君及学生夫妇 之前我有分享过 早产baby的见证 也许很多人都没有看过 到底早产baby是怎么样的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也是我第一次公开 我早产baby的照片 在2005年5月多的时候 在我怀孕6个多月的时候 因为一时的舒服 我去了香港旅行 在我上飞机之前 我还做了全身的check up 当时我的血压是百亿七十 然后一切正常 我就因为一切正常 很放心的上我飞机 结果我到香港的时候 我的脚开始水肿 我的鞋都穿不下了 然后我并不以为然 然后我继续的 我的香港旅行 回国之后呢 我得了中感冒 我的体温高达39.9 然后我的血压呢 也从百亿七十 收到两百百二 当时呢 两百百二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然后呢 医生告诉我 我baby要提早开刀 那时候呢 我很怕 因为医生告诉我说 你还年轻 我们一定会抢救你 你还有机会怀孕 当时我就告诉他 你要救我的baby 他告诉我 你还年轻 可是我刚想 你一定要救我的baby 他讲你的baby会很轻 大概就有一kg 当时呢 我生了过后呢 因为我都一直迷迷糊糊 我根本不知道 一个kg的baby是多大 可是如果大家想一想 一个kg的白糖 有多大 有多重 大家就应该猜得到 我的baby是有多大 这张照片呢 是庆伟拍来骗我的 因为呢 我生了一个礼拜后 我根本都没有机会看到我的baby 因为我的血压一直不稳定 所以医生不给我看我的baby 然后庆伟就拍了这张照片 他很有心机的 在旁边做了很多图案 因为要分散我的注意力 因为他不敢给我知道 这个baby是多么的小 所以呢 我根本都不能想像他是多么小 还告诉我 baby很健康啊 然后呢 别人的baby都是打两只枪肺的针 我们的baby很健康 他只打一只罢了 所以我觉得印象中 对我的baby应该是很健康 然后在一个星期后呢 我就跟医生苦苦哀求下 叫他给我看我的baby 然后呢 他就答应了 结果呢 我觉得不看还好 一看之下我的血压呢 立刻飙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小的baby 他小到怎样呢 当时呢 他的全身呢都插满了管 头也有 鼻子也有 手也有 脚也有 没有一个地方呢 可以完全是 呃 尾到这些管的 所以当时呢 我就看了 我就觉得很怕 大家可以想象到吗 一个baby 他的手掌 整只手掌呢 就我的一个拇指印这样大 然后他头呢 就我的一个拳头这么大 他的手指 当时我完全完全不敢看他的手指 因为当我一看到他的手指的时候 我真的是立刻的流眼泪 他的手指呢 就类似牙签这样粗罢了 我感觉呢 我这样子一揉啊 他的手指都会断的那一种 当时呢 大家可以看到吗 他多么的小 我的手的比例跟他的脸的比例 还有这个是庆尾的手 跟他的头的比例 他的脚 也就这样一点点大罢了 大家看吗 他真的是我的掌上明珠 他的头啊 在我的手掌中 我的手都还大过他的头 整粒头 那时候呢 他的体重呢 很慢 他的体重呢 他在医院住了两个月 然后呢 因为病床的不足 所以呢 被病呢 转去normal ward 当时呢 他的体重并不足够 在normal ward的时候呢 因为母亲要自己顾 那个时候呢 真的是肚子如年 因为他的体重起得太慢太慢了 每一天呢 我都看到他 只有20克 30克这样子的成长 有时候甚至是没有成长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大家看 他根本都不能处在这个incubator 他都一切的活动 患尿布 喂奶 都是要在这个incubator里面 都要在这个箱子里面 他根本不能适应体外 这个incubator以外的气候 当时呢 他不够提供的情况下呢 出院 因为呢 病床的不足 所以他出院的时候 只有1.7kg 那 正常的baby呢 其实早产baby 应该要到1.8kg才可以出院的 但是因为床位的不足 他在1.7kg的时候呢 就baby出院 可是那时候我才觉得 出院更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对产品很有信心 我相信呢 他出院过后呢 在服用产品之后呢 我相信他的体重一定可以 追到正常baby 所以他一出院过后呢 我每天呢 都给他服用三分之一包的前日子 因为那时候他还小 他根本都还不会吸 然后我们都是completely吃 所以我们把前日子呢 融在水里面 通过奶瓶来喂他 就这样子 一个多月后 他体重达2.2kg 在短短的 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面呢 他体重达500多克 然后过后呢 我每天给他服用半包的前日子 然后一睡的时候 他已经是 每一次三个月的复诊呢 他都追得上普通baby的成长 然后每次的复诊 他都是属于在健康跟正常的水平之下 然后每一天 之后一睡之后呢 他每天服用一包前日子 然后这是他一岁多的时候的照片 2岁 到前日子Jack出的时候呢 他已经不再吃那个 他都是用这个Jack的 然后他这个前日子真的是他最爱 他没有用 他没有擦果酱的 他的面包呢都是用前日子来擦的 这是2岁多的时候的照片 他还跟普通baby一样 可以吃冷的冰淇淋喝冷水都没有问题 3岁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每天早上呢 他第一个刷好牙 第一个动作呢 他就会抱着这三罐 三宝 就是前日子 IGSex 还有蓝枣 每一天呢 他从来都没有miss过的 他的学习方面都跟正常的baby一样 3岁多的时候的照片 所以呢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目的呢 我第一次公开我的baby的照片 我今天只有一个很单纯的目的 因为我本身呢是产品的收费者 我也希望呢每一个怀孕的母亲 都可以服用这样好的一个产品 因为我们是想想一下 如果我们怀孕的过程 我当初真的是不敢想象 万一我怀孕的时候 我生下他 如果没有这样好的产品的话啦 万一大概是 我baby有什么事情的话啦 这一辈子的遗憾啊 都是跟着我走 所以呢幸好呢 我有这个福分呢 有参加爱康 也有这个福分呢 服用这样好的产品 所以呢我的baby呢 到今天呢 他都是健康成长 在我用了这么好的产品见证 在我服用了这样好的产品过后呢 我也跟我的主研分享 因为我这个主研呢 因为他的一场交通意外 导致他的眼睛眼球爆 然后我们不浪费大家时间呢 让他自己来分享 我们有请 叶芳